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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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的谢某还没等民警询问经过 就开始主动揽下事故责任 一口咬定是自己的车撞到了对方的车辆 然而等民警勘验了寡蹭痕迹后 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是另一名驾驶员在行驶过程中追尾了谢某的车辆 这起交通事故因为谢某有醉酒驾驶这一严重的违法行为 所以要移交事故科做进一步处理 两辆车也将予以暂扣 可一听说车辆要被暂扣 对方车主一下子激动起来 拉着谢某要协商解决 按照一般性的交通事故 没有别的什么违章的话 后面一辆一方车追尾前车的话 没有人伤的情况下 就是按照后方负全部责任 如果有证据证明 前车有违反交通法上的一些违章或者什么的 那么就是按照违章的大小来再定责任 达到醉酒的话就是非常严重的 最终这起交通事故由谢某承担全部责任 同时因为醉酒驾驶 谢某也被依法刑事拘留 这起交通事故到这里似乎应该是处理完毕了 但是两个月以后对方车主也被警方抓捕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继续来看 事情还要从闽航公安分局案件审理队 对谢某的一次讯问说起 就是在整个第一个阶段讯问之后呢 其实我看他还蛮为难的样子 我说你有什么就是情况 就是说应该要如实供述对吧 他就很为难地跟我说 其实呢就是还有一个情况 然后当时经过来记 我就说 这个天下这个喝了酒啊喝不得 这个状态好敏感 一个人啊 一下子我俩 我有两个朋友都被一个人给装了 这些细节让民警顿时警觉起来 在民警的仔细追问下 谢某回忆起了当晚 在交警到达现场之前发生的事情 当晚谢某从晚上八点 一直喝到了深夜十二点 在他准备回家时 却发生了一点小意外 店里的人呢 就跟我交了一下那个门口的代价 然后我自己老习惯了 又从微信里面就按那个代价 按那个代价等了 等了大概十来分钟吧 下来我看到代价吵起来了 因为两个代价都接了一个人 面对两个代价的争执不休 喝得醉醺醺的谢某 做了一个荒唐的决定 自己开启了车上了路 然而令他惶恐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碰 后面就装我一下 想了 我想完蛋了 我在车上喝了酒了 他怎么办呢 后方车上很快下来一个人 询问谢某这件事情 该怎么处理 我就告诉他我喝了酒了 他问了我私了还是报警 那当时状态下我已经是矮人三杰了 我就说那私了吧 找个地方私了谈一谈吧 于是两辆车行驶到了后来报警的地方 之后对方没有急着跟谢某谈价钱 反而开始拉家常 就这样喝醉了的谢某和特别有耐心的对方驾驶员 整整聊了半个多小时 随后对方终于提出了钱的问题 那个时候心里就想着要了事了 我就说五千还是一万 我还给他设了一个选择项呢 谢某觉得自己已经很大方了 即使是五千元钱 也远远高出了车辆维修的费用 但他完全没想到 对方提出要四万元才能了事 我心里一下懵了 我一下没谈拢 没谈拢我就给朋友打电话 想要么借钱要么问情况 但看到我打电话 他们就开始说 你打什么电话有钱就给钱 没有钱我们就报警 看到谢某拿不出钱 对方反复用报警来威胁谢某 但结果却是 被激怒的谢某自己拨打了报警电话 醉酒驾驶遭遇追尾 这起交通事故背后 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面对谢先生回忆起来的这些经历 民警又发现了哪些蹊跷呢 首先事故发生和报警地 相差近五百米 发生交通事故后 为了不影响后方车辆通行 挪动车位是很正常的 但挪动五百米 这个距离在民警看来 是有些奇怪的 就是如果说是挪动车位 那很有可能就是说 在一个路口转弯 就是大家就是说停下来 而且当时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 当时的时候是晚上凌晨了 就是路面上的车子呢 已经是很少了 就不存在说 有一个交通堵塞的一个情况 两辆车的账号就是轻微的碰插 轻微的轻微的周围 速度应该是很慢的吧 不会那么快吧 轻轻插上去吧 既然后方车辆的速度很慢 驾驶员有足够的时间踩刹车 那么他为什么还会轻轻撞上前方谢某的车呢 除此之外 一般情况下 后车追尾前车 后车驾驶员应该承担所有的事故责任 但在这起事故中 对方驾驶员却主动向谢某要钱 开价也非常高 后车驾驶员不仅开价高 还反复拿报警来威胁谢某 这也有些不合常理 正常的交通事故嘛 谈不拢 和解不了 就会直接报警了 但是不会有后面的威胁也好啊 恐吓也好 所以呢我们觉得 就是当时这个事故 就是冲着对方是酒驾这一点去的 更重要的是 民警发现 这起交通事故中的后车驾驶员 在近三个月里 与酒驾人员发生两车碰擦后的报警记录 高达六起 据此民警做出判断 这很有可能是一个精心策划的碰瓷陷阱 在仔细梳理了案情之后 民警决定 从谢某追尾的那辆可疑车辆入手 根据留在报警记录里的车牌号 结合高清卡口拍摄到的行驶轨迹 警方发现 嫌疑车辆最后消失在 嘉定区的曹安公路华祥路附近 这里是一大片居民小区 于是民警立即展开了搜寻 根据车牌号码 一路民警对小区登记在侧的车辆信息一一进行了比对 另一路民警则开车在各个小区里寻找可疑车辆 经过仔细搜寻 民警终于发现了这辆黑色轿车 并据此判断停车的这个小区就是这名驾驶员的落脚点 在随后的调查中 民警发现碰瓷的这名驾驶员 还有其他同伙 他们一般是这样的 他们作案一般是晚上八点左右出门 然后是固定的一辆车上面坐的四个人 然后他们就是在敏航 青浦 宝山都有活动的轨迹 从作案规律来看 团伙中的四个人两两搭配各有分工 等被害人驾驶的车辆一开出停车场 在外面等候的团伙成员就立即开车跟上去 他们也要跟一段时间嘛 就跟最起码也要跟个几百米 他们才会实施犯罪行为 可以消除那个对方的怀疑嘛 经过近两个月的追踪和缜密侦查 警方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个碰瓷团伙的人员结构 活动情况以及他们连续作案的关键证据 5月20号警方决定收网 当天警方在四名犯罪嫌疑人的赞助地 将他们一举抓获 随后警方展开审讯工作 据犯罪嫌疑人吴某交代 他之所以会萌生碰瓷的念头 是因为在KTV门口目睹了一桩交易 奔驰在倒车的时候 然后撞上了一个就是他喝了酒 撞上了一辆出租车 然后那个奔驰的车主下在那个扶手枪里面 就直接打了两万块钱 然后给那个出租车司机了 说不要报警 然后就说我给你两万块钱 于是他一下子动起了歪脑筋 并拉来几个人一起入伙 这个事情就是说有迹可诚 就是说凭着这个 他们喝了酒不敢报警 这个酒驾也要坐牢的 就抱着这个矫情心里 就想所谓的敲诈他们 目前本案的四名犯罪嫌疑人 因涉嫌敲诈勒索罪 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下面我们要连线的是 央广评论员张斌 张斌老师您好 您好小辉 对于酒驾司机遭遇碰瓷这件事情 您怎么看 应该说如果您上搜索引擎 搜索一下酒驾司机碰瓷 你会发觉这样的新闻 在各地都会出现过 那么是谁给这个酒驾碰瓷 留下了空间呢 显然驾驶者有着很大的责任 我们老说苍蝇不丁无缝的蛋 那么您自己喝了酒还开车 自然就给一些犯罪分子 留下了相应的一个 这种敲诈勒索的空间 所以要想防范酒驾碰瓷 最根本的最简单的防范手段 就是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关键是在当下社会 总有一些人心存侥幸 认为我技术很好 或者我酒量很大 或者说哪那么巧就遇上警察了 甚至有人想 我哪那么巧就遇见这酒驾碰瓷的了呢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 常在河边走难免不失邪 碰见一回不仅会对我们的行车安全 给自己给别人造成影响 甚至可能还会造成一些严重的交通意外 而且也给这些敲诈勒索酒驾碰瓷 这种犯罪行为提供了相应的空间 所以我们说 自己守住交通安全的底线 相关部门对于这种敲诈勒索 涉黑涉恶的案件严肃的处理 使劲打击 那么才能够杜绝这样的相应的发生 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一条 自己先守住法律和道德的底线 恐怕才能杜绝类似现样的出现 好的 谢谢张敏老师 在这里我们也争取一下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您有好的新闻线索 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下方的电子邮箱 联系我们 同时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节目 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善行故事 在西藏有这样一群脑瘫痪儿 他们不能像别的小朋友一样 在阳光下自由地奔跑 但是艾尔向日葵计划的救助 开启了他们人生的无限可能 这种的话我们守住解决不了 你只能慢慢自己练 发育差 既有经完又有无力 你只能康复 你现在做不到手术 做手术发育太长了 他这种做不到手术 你只能训练 他就太动了 不能做手术 他没有力量 而且智力也不好 这种手术对他帮助不大 现在只能做康复训练 脑瘫 它主要是以肢体运动障碍为表现的一种先天性的疾病 它一般是发生在出生之前或者出生之后 它缺血缺氧 或者出生之后的高热 黄胆 窒息 造成的一个脑的一个损害 这种损害是不可逆的 是终生存在的 伴随一生的 主要表现为肢体的运动障碍和自学障碍 因为脑瘫的 它对这些分的很多种类型 如果力量比较差的话 我们做的手术的话 对他的疏忽可能反而会不利 就有一些孩子那个智力不好的话 他不能配合这个康复训练 那这种的手术对他来说就意义不大 好了好了 平时他睡着了能放松吗 这分合型的 分合型的要先从活着做 他这个效果会非常好 这个特别适合做 对对 从这做 做完之后 做完之后你这个 这个就放松了 脚边就能落下来了 这个特别适合做 海尔基金合作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很多基金会都对这个不抱希望 希望有一个基金会 从正面而来进行引导 就是脑瘫 尽管不能治愈 还会有改善 希望家长们不要抛弃孩子 尽早地去通过康复 很多孩子应该能走上社会 至少是能够生活自立 我们最早仅仅是 想做这么一个 比较简单的事情 接着2018年底 我们已经为280多个孩子 进行了手术治疗 降低患者下肢激张力这一块 效果非常的明显 然后有些脚后跟不能着地的 脚后跟现在几乎上也都能停的走了 这张表是您的 这张表是您的 这个是我们爱尔向人维计划 专门是针对老他人工做的一个 手术的资助和康复的资助 这张表白的东西 就是一个人工做的 以外的资助和气费 但是我们修飞的资助 对老他人工去 这张表白的资助 中国人工做的资助 大人工做的资助 最后是资助 是一个非常有益 学生的资助 对老他人工做的资助 对老他人工做的资助 很多钱 再权助 黄奖 不要乘 只要一走 然后就是弯着的 胳膊大部分都是放不下 然后就走路有时候会摔 摔到地上 然后自己起来也有点难 就是想不知道孩子以后要怎么办 就是特别伤心 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本来在家里条件不好 然后要是再弄这么大的一个事情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 就是很担心 也很伤心 可能这个大的环境 这个高原缺氧 农牧区这种基本医学知识的一些不了解或者匮乏 家里面有了这样的脑袋以后 可能至少对家里面的 有一个人的整个经历 可能牵入到这个小孩身上 所以一下子整个的这个生活状况 生活的这种水平 可能是一个直线下降 以前走路的时候太难了 他的病越来越好 我觉得能够跟我们一样打球吗 打球 去什么地方都可以去 我们玩什么都可以玩 对 做了手术以后脚可以聊的平底 比之前好痛多了 因为他是精卵的状态 他是做不了踢球这个白腿的动作的 手术之后脚巴也可以落下来 这样的话就对他这个 自己的走路的一个状态 有明显的耗转 而且今天康复现在 东东说完全正常 但已经可以说是接近正常 他的妈妈包括他在医院 进行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康复 所以说他现在能够达到这个状态 已经完全绰绰了我们的预期 跟老天做个妈妈 带着他去到处求医 带着他去远行康复 老他儿童的一个康复 很大的力能在妈妈身上 因为一旦妈妈坚持下去 给他康复 或者一旦家庭家里的人 对他妈妈一些支持的话 那这个孩子将来能够 不如社会回归正常生活 是有很大希望的 所以说这样的家庭氛围 对每一个老太阳风来说 都是很大的希望 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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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 那是媽媽 她的骨頭比較美 骨頭比較美 骨頭比較下面的 那天哪来都不知名称 那边书是个老书 随着随着门家看起荡 随着随着门家看起荡 顶顶那两半从嘴 顶顶那骨铁白鱼 若不飞马太马荡不利 干中安妮书顶家乐 那他呢 只有10%到20%的病 扮演了治理地下 如果我们让他们能够行走 能够在室外奔跑 就像向日葵迎着太阳一样 那他们也是去拥抱太阳 拥抱光明 通过我们这个项目 能够撒下一个种子 通过这个种子 然后让它慢慢地去生根发芽 然后让更多的患者知道 脑碳是可以治疗的 然后也给更多的家长 带来希望 带来光和温暖 下面我们继续连线 央广评论员张斌 张斌老师 这个脑瘫患儿的治疗和康复 我们知道它需要花费 很大的财力和精力 那么一般的家庭 可能是无法承受的 然而爱尔向日葵计划 让很多的脑瘫患儿和家庭 看到了希望 那么您怎么评价 爱尔向日葵计划 这个公益项目 另外我们还能够 为脑瘫患儿做些什么 应该说在我们国家 脑瘫患儿的比例 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脑瘫呢 往往意味着 可能生活不能自理 意味着给家里 带来很多的负担 意味着家里可能要 承担着很重的一个经济压力 像爱尔向日葵 这样的一些公益活动 我觉得他们就解决了 这种家庭 特别是一些贫困家庭 因病治贫 因病反贫的 这样一种现象 同时呢 对孩子的未来成长 也是非常有利的 我们知道 在我们国家 特别是一些边缘地区 少数民族地区等等 对于脑瘫患儿 往往有两种 这种不正确的认知 一种呢 是认为 这个脑瘫患儿啊 已经没有什么 可救治的空间了 可能一辈子就这样了 所以呢 听之认知 就放任不管了 有的呢 家里也在积极救治 但是呢 找不到渠道 所以呢 往往会耽误了 最佳的救治的时间 还有的就是呢 因为他负担比较重 家里难以承受 这样的经济支出 所以最终造成了 患儿的治疗不及时 像爱尔向日葵 等等这样的一些组织 积极地能够投身到 我们脑瘫儿童的康复 以及治疗过程中 我觉得是一件啊 非常这个重要的慈善事业 那么我们也希望 有更多的公益组织 更多的社会机构 包括我们的公立的医院等等 能够加入到这个 救治脑瘫的 这样一支队伍当中来 能够为这些孩子们啊 能够提供一个崭新的未来 脑瘫患儿啊 并不是不能治 他的这种 如果治疗及时 恢复状况啊 应该说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当一个脑瘫患儿 能够呢 靠自己的这样一种 治疗 能够走路 靠康复 能够适应日常的生活 简单的自理的话 不仅为家庭解决了 大量的这种生活的压力 同时 也给这样一个家庭 带来了更多 生活的美好和希望 所以我觉得 它的意义就在这里消费 好的 谢谢张明老师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 前面9呢 在内蒙古赤峰的 一个十字路口 一辆小型越野车 与货车相撞以后起火 车上呢 还有孩子被困 面对随时可能 爆燃的危险情况 五位素不相识的路人 在短短四分钟内 成功地救出了两条生命 事发当晚 在内蒙古赤峰市 松山区 一个交叉路口 一辆小型越野车 与前方一辆 在停止线内 等待放行信号的 重型自卸货车 追尾相撞 小型越野车 车头机械部位 遭到严重撞击 瞬间有烟雾冒出 当时巨大的撞击声 引起了附近一家超市的老板 刘亚峰的注意 没有刹车声 咚的一声 我就出去 就是看了两眼 先看我 真以为大车爆胎 后来我看后边车不动 几秒钟后 追尾的小型越野车 前机盖部分 开始出现明火 刘亚峰近撞 立刻跑了过去 当时我去的时候 叶大爷和那个大娘 都大娘在那 然后就是喊着救人啊 快救人啊 眼看着事故车辆的火势越烧越大 被困车内的司机和孩子 已经出现昏迷状态 这时车辆又发生二次爆燃 而车门是反锁着的 情急之下 一旁呼救的叶大爷 用灭火器敲砸车窗玻璃 在前方叫 进上空去人了 全是火 在咱灭火器砸他那玻璃身上 砸不动 随后 叶大爷的儿子 从被撞的大货车上 找来了一个大铁锤 他一边击打车窗 一边大声呼喊 被困车内的人 烤头 那会已经烤头了 当时也没考虑说是 那个爆炸之后 会伤及自己的生命 这个当时也没有时间 去考虑这个东西 只是说是赶紧救人 在场的三人 不停敲打着 副驾驶方向的玻璃 这时开车路过的 退伍老兵行雨 和出租车司机 叶宇欣看到了这一幕 他们都迅速把车停靠在路边 跑过来一同加入救援 我从到驾驶室 这个美人之后 我第一下拽没拽开 后来第二下 我就拽了一下 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 我一时一时一把他拽开了 车门被拽开后 来不及多想 他们迅速把司机 从驾驶室抬了出来 当时考虑我这个左肩 其实就受不了了 非常非常疼 就想救人 当时也不知道 哪来的力气 当时我们俩一起 时间把他拽出来 然后当时又过了一个小伙 我们仨一起 给他抬到路边 就像路人行语所说 救人第一 那么面对熊熊大火 和多次爆燃 这五位路人没有围观 而是在第一时间 冲了上去救人 正是因为他们的奋不顾身 才为救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从两车相撞 到司机被救出 整个过程 仅仅用了三分二十秒 不过虽然主驾驶的救援 相对顺利 但是副驾驶的门 却一直无法打开 此时孩子还没有被救出 他们与实践的赛跑还在继续 打开车门后 叶大爷迅速解开孩子身上的安全带 有人在前有人在后 通过爆拽 终于把孩子拖出了车外 我们把他拖出来之后 火不到十秒就进车楼了 经过五位好心人 近四分钟的紧急救援 被困车内的司机和孩子 被成功救出 而就在十几秒后 起火车辆再次发生 更大程度的爆燃 整辆车完全被大火吞噬 被救的司机王某和孩子经过治疗 已经相继出院 记者从当地的交管部门了解到 此次交通事故是由于小型越野车司机王某 醉酒驾驶所导致 目前王某已经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还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前不久 北京市黑车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 对依法查末的180辆克隆出租车 进行了集中公开销毁 记者了解到 为了堵住克隆出租车的源头 北京将对淘汰出租车 以及其他相关运营车辆 进入二级市场进行严管 防止以报废车辆再次流入市场 所谓的克隆出租车 就是喷涂正规出租车专用配色和图案标志 伪造正规出租车汽车号牌和设施 假冒正规出租车的黑车 其严重侵害乘客权益 扰乱出租汽车运营秩序 甚至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对市民出行安全造成严重危害 据了解 此次销毁严格按照相关技术规范 采取物理性横向剪断车体毁行的方式 对查末的克隆出租车予以拆解 据北京市交通委介绍 以后北京市汽车回收拆解企业 对报废的出租车均实行此项拆解标准 同时有关部门还将进一步完善制度设计 堵塞漏洞 对淘汰出租车以及其他相关运营车辆 进入二级市场进行严管 通过技术手段加强对克隆车的技术监测 不文明甚至违法的交通行为 每个人都有权进行监督 不过在监督他人的时候也要严以律己 近日在河北保定 一辆白色轿车在路口等红灯时 一个塑料瓶从该车车窗飞出 后车司机见状立刻下车去敲该车的窗户 示意车主将丢掉的塑料瓶捡回 白色轿车司机并未下车将塑料瓶捡回 后车司机郭先生只好自己将瓶子捡起 还给了他 郭先生表示 自己看到白色轿车里还有孩子 感觉车窗抛物的做法对孩子影响不好 所以对其进行了劝说 事发之后 当地交警根据车辆信息 找到了扔塑料瓶的白色轿车司机 依法对其车窗抛物的行为 处以罚款50元 而下面的这名司机本想监督他人 自己却因为违法遭到了处罚 近日在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 一男子深夜向警方举报称有货车存在超载现象 警方迅速赶赴现场核实情况 但并未发现被举报货车超载 反而这位举报人说话时有些语无伦次 身上还有浓重的酒气 经酒精测试仪现场检测 该男子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为47毫克 属于酒驾 据了解该男子因心情烦躁 就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拨打110举报货车超载 最终该男子因酒驾被罚款1500元 价值证继12分暂扣6个月 近日一条国家三游保护动物眼镜王蛇 误入云南昌宁一所小学的储物室内 师生安全受到威胁 民警接警以后 立即 叫她断打数拉键 24分禁止 香港人 这位客公司 伤日 上三游保护动物眼镜王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词曲 李宗盛